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实力的大型企业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 进入21世纪 四十七和兵团提出了加快工业化发展的步伐 这为新疆天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经过16年的不断积累 后期勃发的天业人正将一座宏伟的天业化公园 屹立在天山北坡 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 所有的人都会觉得 所有我们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努力 所有流的汗水 其实都是非常值得的 从理论上来讲 这是等于是一年整开了 实际上看 八个月都不到 七个多人 这是高度的凝聚率 高度的责任性 高度的事业性 所凝聚成的 这么一个高速度 高质量 在这片管道密集 厂行林密的园区中 不仅有日本瑞士等国生产的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化工生产设备 共有天业人自行设计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诺大的化工园区 每班工人不足百名 生产全过程 均通过自动化控制中心 监测和控制 企业高科技密集的特性 不仅从根本上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 减轻了劳动强度 所需工人也减是同等规模 常规生产企业的二分之一 然而即便是这样 人才依然是企业最稀缺的资源 在新疆天业 你随处都可以感受到 企业对科技的渴望 对人才的尊重 天业完善的人力资源培养体系 正源源不断地为企业输送着新鲜血液 当时要起步的时候 那么就到了我们时候是颠大了 那时候有棉花工厂的话 是一个本科生以上都没有 一个本科生都没有 然后所以是很困难很困难 结果就从95年开始一个半 23个年我进了 一个不少全都留下 全部送出到浙大区培训 再试试 然后回来上到公司 现在这一批 正领着我们化工坚实的国感 我们95年投产6000吨的时候 是依靠浙江大学 巨化他们来为我们开机 来为我们保家护航 唯一是开机 当时是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依次投料实测成功 全部是我们的技术人员 都是我们自己培训的技术人员 不是靠天理的 最主要是靠一颗真诚的心 靠事业的 最最主要是靠事业的 我们大学生也有进 也有出 有好几个你们以后会采访 继续生了 走到外面走到一圈了 拐回来又回到了天液 我们开放了打门 可以进可以出 不要限制 最后好多都回来了 回来了比过去干得更好 1999年 天液技术中心被认定为 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随后不久 又被认定为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这里集聚了 众多设计制造专家 有五个国家级项目 五个省部级项目 和天液自主开发的 16个项目在这里诞生 它已经成为天液技术创新 和人才交流的有效平台 去路以西的一个核心的技术 就是聚合反应器 这个斧来 当初的实际上的设计来 也就是原产五千吨 但是通过我们 这个国家公关客厅这块 单斧伸展能力 就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这种能力无非就是两个 一个成本 一个质量 有的人才 就不怕质量 有的人资源 就不怕成本 二十一集实际 竞争点 就在 化工企业与电池生产 造成的污染 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天液化工城建设一时 天液集团就把防止污染 列为头等大事 在总投资一亿元的 电池项目工程中 环保建设投入 就达五千万元 这一块就是说在当初在设计阶段的时候 我们除了考虑到就是说整个主体装置的工艺和设备的先进性以外呢 我们特别关注了就是说电池的主要污染源 也就是它的烟气的环保治理这一块 通过考察呢 我们现在选就通过考察 我们选定了国内比较先进的脉冲式的不带出城线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整体运行来看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体的烟气的治理情况是非常好的 通过实际上的检验和环保局对我们做的竣工验收 我们的烟气的排放的浓度达到了国家的标准 我们国家标准是在我们这种二类地区呢 应该是200毫克每标准一方米 但是我们这个实际的检测结果 只有50毫克每标准一方米 也就是只接近于国家标准的四分之一 这个项目核心能否能搞上去 一百万顿这个能不能转换上去 就看这就看这环保我们的国关 是否这是个美丽城市 是我们几代军层战士 营造出来的非常好的一个宽景城市 就不能因为发展工业 对我们来说